今天送你一個療程 很涼嗎 增加一下夫妻之間的感情 真的耶 搞不好又再生一胎了 5秒他就震動一次 然後10分鐘之後他自動關機 哇 手毛長出來了 有有有有 還沒有很大的經費 想要去買什麼 森巴帽幾萬塊錢那種東西 那你就不妨用用看這個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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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ber 來到開槍噴錢時間 哇 看到這個雙槍就知道 今天要幹嘛 噴錢啦 我們要來開箱什麼東西呢 東西在哪裡 來 我想起來 這個是買了一個 所謂的最近很流行在討論的 生法書 就是 書一書 讓你好像會促進 所謂的血液循環 然後有可能會生法 那到底是不是可以這樣子生法呢 現在就開箱給你看 那 記得幫我們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這個錯誤 哈哈哈哈 迫不及待 想要來看看 這麼神奇的東西是什麼啊 好這個東西 還有四管還有低管 你可以看到喔 這是什麼呢 一個梳子 好小巧 還有低管 我記得這個是500多塊 我們來看一下資料 565元 然後它材質是塑料的 好小小的一隻還蠻輕巧的 然後它是裡面是可以加這個洋靶液 因爲它主要就是讓你 配合洋靶液來做導入 所以你可以把它加進去 磨量加進去 然後呢 它這有個按鈕呢 是你按下去的話 有沒有 它就會噴灑出這個 所謂的養髮液出來了 那當然我這個也不用養了 所以我來找一個很適合養髮的 model過來 那我們就有請我們的 產後媽媽 嗨 嗨 嗨 旁邊這位是產後媽媽 看得出來好像有一點頭髮稀疏 跟白髮的困擾對不對 對 那我請教 因爲我們自己沒有生過的小孩 所以請問你說 像這個是因為生產的時候 造成荷爾蒙改變造成嗎 對對對 產後差不多三四個月之後吧 就慢慢增加吊髮的機率 然後到現在也陸續的增加吊髮的現象 哇 聽得出來口氣有點慘重 真的嗎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有這個 生髮書 我剛剛已經示範過 這裡面 裡面有生髮水 但是說真的 這到底有沒有效 我覺得 你自己去想 如果有效 當然也許它可以延緩 我不能說完全沒有效 那它這個就是說 這很棒耶 對這很棒 今天我們一個療程 很涼喔 很涼喔 很涼嗎 你看 我很需要耶 需要這樣按摩 那也可以用螺旋式的方式 很舒服喔 螺旋式的方式 對 如果說在家裡的話 我覺得老公也可以幫老婆用 可以增加一下夫妻之間的感情 真的耶 搞不好又再生一胎 欸欸欸 那我會這樣 你覺得呢 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 其實我以前吊髮的時候 我也是會用這個梳子然後敲我的頭 蠻不錯的耶 這樣就是一次到位 我的想法是這樣 一次到位 因為常常就是洗完頭之後 然後就會梳髮嘛 梳完頭髮再噴羊髮液 可是這個就不用 那就是一次梳頭髮 我覺得它有點類似這種 導路移啊 可是它是手動的 你可以自己按壓量 然後這樣邊梳邊敲 對 之間它血液的循環 頭皮的按摩 你覺得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它不會刺動 而且它不會刺動 不會 應該還好 OKOK的 好 新的就是覺得 好像還不錯 還蠻好玩的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自己可以上網去搜尋購買 那當然我覺得裡面的生化素也是一個重點 那我們有什麼優點的推薦 這東西的優點我就覺得小巧玲瓏 然後因為它沒有電池 所以你可以帶出我 那你平常想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自己這樣去壓一壓 按一按敲一敲 那譬如說 上班的時候補修的時候 你也可以自己按按按敲一敲 那說戲之間也可以增加感情 按按按敲一敲 所以我覺得實在不錯 那可能又會再造成二次三次的腸後跳吧 所以這網紅後有一點 自己要注意了 增加感情 缺點喔 缺點就是說我覺得它 就是塑膠啦 塑膠 然後會漏尿 會漏水啦 所以我剛這樣放感覺好像 動一動它就會 會側漏 這種是不是可能就是 要用的量就要抓緊一點 對 就要一次用嗎 對阿 還有你一次不要加太多 我覺得會發掉 而且它會側漏 好這個五百多塊錢 五百六十五塊錢的東西 那當然它就是一個工具 你可以自己去導入 好不錯 敲一敲 敲其實不大會痛 但是它就是幫你導入 導入到你投影 OK 好 這東西還可以 讓它有附一個低管 給過關嗎 可以 五百多塊錢 好 我要去下訂 算沒有百花啦 好不好 OK 第二項產品也是我個人蠻期待 它是屬於小米系列的東西 小米的生活像我買它的掃地機器人啊 然後買它的手錶啊什麼等等 我覺得還不錯 它的性價比我覺得還算高 所以我們就來開箱看看吧 好 小米到 想不到它現在也出了這個東西 叫做是雙光譜劍法護理 可見現在的禿頭人口真的很多 掉髮人口啦 也不是禿頭人口 就是頭髮產生問題 吸收了 我覺得它包裝還不錯 通常我看到這種包裝 我都覺得它有用心 以為是iPhone嗎 有那種感覺 然後 它的外包裝就是這樣 激光劍法書 在中國他們的雷射就叫激光 把它打開來 它是用硬盒包裝 所以這個還蠻搞 剛的 打開來看看 質感好像還不錯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就是劍法護理儀 就是一種儀器 然後這上面有那個激光頭 就是雷射頭 那我看到它這邊是寫說 它有紅光跟藍光 紅光它是用650波長 藍光它是用415的波長 我過去也曾經試煉過那種 紅光藍光的雷射照護 我個人覺得啦 效果有限 更直白講 效果沒有 貴嗎 貴 那些東西什麼帽子什麼兩三萬塊錢 跑不掉 然後還有如果你去劍法診所的話 那一個療程兩三千塊都有 所以這個還是見人見智 但我當然不能代表所有人 但是 我在上面也花了不少錢 那這怎麼用呢 它有一個Type-C的這個充電口 它說每天用兩次呢 充一次電可以用20天 好像也沒有到很耗電 那它建議你最好每天早晚去用 使用方法就是每次照射10分鐘 從前而開始 然後往後移動 每震動一次移動2公分 每震動一次移動2公分 它會震動的 然後髮際線也可以用 那這東西當然跟我上一個開箱 那個是屬於可以加入生髮液的導入 這個不大一樣 那也一樣 你如果說你有生髮水 你也可以先噴 先抹 然後再用這個來導入 這價格多少錢啊 這價格 哇 2599塊 2600塊錢 差一塊 所以它有藍光 也有紅光 它有什麼作用啊 紅光它的波長 它是直達頭皮深層 能有效激活毛囊生長因子 幫助頭髮恢復生長 這是它講的啦 是不是真的有這療效 我不知道 就是它講的 它有震動 它有震動 其實油光看起來真的厲害 對 它是每5秒震動一次 每5秒它就震動一次 然後10分鐘之後它自動關機 好 什麼長出來啊 有有有有 胸毛弄一下 主要是頭髮 主要頭髮要長出來 建議不要直接對著眼睛 這會有傷害 那藍光 那它的藍光 是控油清潔 跟舒緩油脂的分泌 減少堵塞毛孔 減少掉的 減少掉的 所以因為我是不是 過髮之後 初期會先頭皮很油 對 我覺得頭皮會很敏感 就是當你聞到辣椒 吃到辣的時候 你會覺得特別癢 這個時候你就要注意了 就是頭皮出現的反應 而且是不正常的反應 建議你趕快去看皮膚科醫生 聽聽看專業醫生他怎麼講 把頭髮脫下來 脫下來來試可能會更好 所以以前我都是這樣子 就說 稀疏啦 然後我就想說用一些這種東西 然後或是那種生髮帽啊 然後也去做過建法療程啊 我發現它好像只要離開有一個距離 它就會燈會自然消失 真的嗎 對 沒人用 舒服嗎 還好 有點刺 對 不過我覺得小米的這個東西 也許它有它的實驗過 或是數據 所以它把這東西推廣到市面上 但坦白講它價格不便宜啊 2599、2600 要不然買我覺得 要考慮一下 值得考慮一下 但有效就不貴啦 那誰敢跟你講一定有效 所以那個小資族 如果沒有錢去買療程 也許可以用這個入門一下 對對對 如果說你沒有錢買療程 因為做一次療程 我印象中大概3000塊錢 那如果你 還沒有很大的經費 想要去買什麼生髮帽幾萬塊錢 那種東西 而且又不一定保證一定可以成功 就不妨用用看這個 因為這個就算失敗 你還可以當梳子來梳一下 也無所謂嘛 對不對 好今天的為你開槍就到此 這個就是屬於 小米系列的雙光譜劍法護理儀 要不然買呢 我打一個三角形問號 你自己來決定 OK 如果剛剛的手動的 跟這個電動的 YouTuber你自己會選擇哪一個 小朋友才選擇 我都會買 我都會買 但是呢我都會實驗看看 因為實罵當波罵醫 不過這僅止於說你意義上面 你不會造成你的負擔 那你再來買 如果真的要選一樣 我覺得先可以先從手動的 這個開始 就敲一敲 然後打一打 敲敲打打 其實也可以促進你的頭皮循環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開箱兩樣神奇的產品 如果你還想要買什麼東西 你有看到一夜市廣告 你很害怕被騙 歡迎你點選下來表單 或是來留言告訴我 你想買什麼 我先幫你買 我先幫你噴錢 好不好 我們期待下一集的歐伯妹 Youtube喔 下集見 掰